从游览车旅游团爆发的群聚染疫 而指挥中心在今天公布 疑似找到了感染源头 其中游览车感染链中的 这一位新北的个案案20913 他在2月19号的时候 曾经到新北设计师 吃饭餐厅客人的家里 而且他同时也是确诊高雄夫妻个案的大姐 往前回推的话 这名个案的序略跟新北设计师案相同 这个20913 我们在整个在新北设计师 在这个案子非常快速非常努力的 去把所有的关联相关的清查过一次后 发觉20913 在这个大家看到20248 他们算是在 最早他们是在被确诊是2月23号 可是在新北设计师到20913 这个案子之后 就在回去清查所有的足迹 然后才发觉这个20913 在2月19号 去过20248的家里 所以整个的传播的顺序里面来看 大概上这个旅游团 这个案子的起始的点 应该以20913的可能性最大 而他染疫的处所 应该是在20248的家里 那更重要是他们这个基因的定序 是跟以这个从这会起头是因为 今天看到在左手边 大家看到20832跟20862 他们的基因定序 是跟新北市这位设计师 这个族群的基因定序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来源大概是很清楚 所以从整体这样时间的序列来看 这个整体这个旅游团 或者说这个旅游团的起始点 应该是20913 从这边开始 那然后再衍生到 他们有在家庭的群聚 那有到餐厅的饮食 那他有传到台南 是从新北20913这边开始 这边开始